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金田耀文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哈喽大家好 各位现在收看的是日本台频道的 日本新新闻节目 欢迎各位朋友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请记得打开小铃铛 就能在影片上下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喜欢我们这一集节目的朋友 别忘了帮我们按赞 接着请看今天的节目内容 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文家宝 从3月下旬开始 在澳门报导发表 追忆母亲的长篇连载文章 但疑似因为提到 我心目中的中国 应该是一个充满公平正义的国家 这一段文字 被微信禁止分享 媒体的转载也被删除 日本经济新闻编辑委员宗泽克尔 针对此事发表评论分析 宗泽克尔认为 在解读习政权封锁 温家宝言论之前 必须先了解两件事 首先 2012年3月 温家宝在以国务院总理身份 召开的最后一场 国际记者会上提出警告 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成功 文革悲剧还可能发生 成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 这次被封杀的文章也提到了文革 温家宝的父亲是一名教师 在文革期间遭到殴打 脸还肿了起来 习近平上台之后 一路再降低对于文革期间的批判 温家宝这段文章的内容 明显违背习近平的政策方针 而且也颇有批判时政的意味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让习近平封杀 不过 中国政界也有一些人 对于习政权的意图 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 对于文革诉求公平正义的文章 一直都是被允许的 但接下来要进入一段敏感时期 所以习近平想要借由封杀 警告温家宝和相关人士 不要再谈文革 所谓的敏感时期 就是习近平目前正在收拢金融机关 想将所有的金融机构掌握在自己手中 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 在讨论温家宝事件之前 必须将另一件事放在一起看 那就是4月19日晚间 爆出前国家开发银行董事长 陈元的心腹 贪污赌值的新闻 国家开发银行是直属于国务院 负责执行金融政策的重要机构 陈元是革命时期高干子弟 也就是所谓的红二代的代表人物 他的父亲陈元是保守派的重量级大佬 曾经与邓小平长期竞争 并曾经担任副总理 陈元的心腹在退出第一线八年之后才被逮捕 这是很不寻常的状况 事实上 其他与陈元有关的国家开发银行高层 都已经在今年早些时候被捕 在中国被视为 这是对第二代强力施压与警告的作为 习政权早在五年之前就已经表现出 对陈元的强烈不信任感 当时习政权无预警拆除成员在位的时候 在国家开发银行前新建的九龙牌坊 当时官媒说拆除的理由是不符合城市风格 与现代银行大楼不相称 但背后的政治意图相当明显 这与同样发生在2016年 辽宁省大连市发生的另一起事件有关 辽宁大连市新海广场的九龙华表 也突然被拆除 这个巨大的石柱 曾经是中国皇帝的象征 是在大连时代 由后来被判处无奇徒刑的薄熙来所建造的 薄熙来也是红二代 曾经担任重庆市委书记 当时他新建这座九龙华表的时候 就被认为他有当皇帝的野心 违反了共产党的政治准则 国家开发银行前的九龙牌坊 其实也跟封建时期的皇帝威权有关 习政权不能容忍 成员在贯穿北京的大马路上 新建这座中式大门 相继拆除北京与大连具有代表性的监务后 正式宣告习近平时代的到来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2017年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一年 五年后的现在 一样也是2022年 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一年 今年发生的重要大事 就是成员心腹贪污被捕 与温家宝文章被封事件 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 2014年在纽约政交所上市的阿里巴巴集团 幕后股东包括成员 以及与温家宝儿子温云松有关的企业 阿里巴巴与温家宝事件息息相关 主角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泽民曾经在2015年初 带着一家三代前往海南岛名胜东山岭 大神里说 江泽民到此 不许此行 还说 我回北京也为你们宣传宣传 以后这座山就人山人海了 当地的网络媒体大肆报道这位党国大佬的新闻 不只撼动了政治界 也凸显出江泽民在经济金融界的势力 习政权认为 这位大佬的举动对自己的政权不利 于是下令删除所有网络上的报道与照片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也出现在这次的东山岭之行 他的关系企业也是阿里巴巴的股东 换句话说 江泽民的孙子 温家宝的儿子以及成员 他们除了拥有金融界的影响力之外 也都是阿里巴巴的股东 换句话说 他们都是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靠山 温家宝担任总理期间 一直维持亲近庶民的形象 但他在担任总理的晚期 卷入了政争 当时有人怀疑他的亲戚恋财致富 让他遭受不少抨击 温家宝退位后 2014年1月 香港报纸公开了一封温家宝的死人信件 内容写着 我从未以权威谋私利 我追求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特殊的惯例 退位的大佬通常不会公开发言 但温家宝集2014年之后 这次又在澳门媒体投书 他想做的无非是修补自己在政争中受伤的形象 希望能在历史上留下正确的名声 温家宝投书的媒体不是审查严格的共产党报 而是实施一国两制的澳门媒体 澳门的网络不受中国限制 可以使用谷歌 但是不能与中国内地自由的交换讯息 对习政权来说 如果温家宝的文章是悄悄的在澳门刊登 那就算了 偏偏消息传回中国国内迅速扩散 加上下一届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 只剩一年半的时间 如果任由大佬、红二代或是太子党仍以发言 一定会影响习近平在政界和经济金融界的掌控人力 问题的重点在于太子党的人脉不仅遍布政界 也和美国金融企业密切相关 这一点美国当局已经查明清楚 2016年 美国司法部和美国证券交易所协会 证实了大型金融公司摩根大通 聘请了将近100名中国国有企业高管的孩子和朋友 借此获得1亿美元的业绩作为回报 美国当局认为这是变相的中国贿赂 温家宝女儿的公司也在报道之中 后来摩根大通支付巨额的罚金 才避免遭到美国政府的起诉 太子党透过金钱与美国金融界建立关系由来依旧 北京的中南海与纽约华尔街早已经相连 金钱和权力的结合成为贪腐的温床 不过美国当局公布的到2013年为止 七年间的贪污万件 有一大半发生在习近平上任之前 由此可以推断 习近平刚上任的前五年 也就是第一任期期间 对于金融界的影响是有限的 忠泽科二认为习近平透过打贪 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利 如今他更加大力到打贪 目的是要完全控制 与国内外股票市场相关的金融世界 阿里巴巴旗下的蚂蚁集团上市案喊咖 背后就是在对红二代与太子党施压 封锁温家宝言论也是同样的道理 有趣的是虽然派系不同 但在背后支持习近平的也是红二代 习近平打击一级红二代的做法 可说是两面刃 一不小心就会动摇自己的根基 尤其是现在美中对立升高 外在环境依旧严峻 习近平要对抗外部压力 同时又要在明年的共产党 全国代表大会的内斗中胜出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日本强化美国的关系 也越来越积极表态 有意加入美国等五个国家 组成的情报共享框架五眼联盟 日本主要做大使 山上姓吴日前接受澳洲媒体访问 指出日本在加入五眼联盟一事上 正取得进展 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 这个想法将会实现 根据中央日报的报道 曾经领导日本外务省情报机构的山上姓吴 日前在雪梨尘峰报的访问中表示 在不久的将来 日本很可能会加入五眼联盟 他说 日本情报圈正和澳洲和五眼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此事确实持续的进行 日本政治人物和官员越来越明白 加入五眼联盟的重要性 日本与五眼成员国拥有共同的普世价值观和战略利益 也都是民主国家 视中国为战略对手 政府预计两年后将福岛核废水排入海洋 政策一出引发周边国家反弹 中国战狼外交官赵立坚 日前在推特贴文 附上日本著名福士会以及一张改变画作 暗奉日本政府核废水排海的决定 这项贴文已经引起日本政府以及民众的不满 对此 外务省已经向中国提出抗议 要求删除贴文 根据《产经新闻》 进度新闻的报道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6日在推特上传一张 模仿日本福士会大师 葛世北斋作品的二次创作 并用英文写道 如果原作者葛世北斋人在世 应该会非常担心日本的核废水 这已讽刺东京电力公司辅导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海争力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高官利用日本文化批判日本的态度 可能会引起日本广泛的反弹 外务大臣茂木敏充 已经对中国提出严正抗议 要求赵立坚删除贴文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 参议院全体会议 在28日上午 通过了中日韩以及东协等15个国家 在2020年11月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也就是所谓的RCEP 预计这项协定最快于2021年底生效 这意味着 在世界国内生产种植 大约三成的巨大经济圈即将诞生 在中美对立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 日本如何在两国之间 取得经济和安全保障的平衡 将受到外界注目 报道指出 东协十国以及其他五国中 分别有过半数的国家 完成国内程序的60天后 协定就会生效 中国和新加坡已经完成国内程序 估计2021年内 多数国家将会完成国内程序 最快可能在年底生效 RCEP是透过削减关税 和制定统一的智慧财产权规则等 促进贸易自由化的框架 如果生效 成员国总体将在工业产品和农林水产品等 91%的品类上 分阶段撤销关税 日本认为 不适用该协定的白米 牛肉 猪肉等五个重要品项 则不在关税削减的对象之列 另一方面 这是日本与中国 韩国签署的第一个经济合作协定 中韩两国计划最长 用20年左右的时间 分阶段撤销 汽车零件等关税 中国的无关税工业产品类的比例 将由目前的8%提高到86% 韩国则从19%提高到92% 除了关税之外 该协定的内容还包括 保证数据自由流通 这些内容对于日本企业 在中国收集大数据时 可以发挥有效的作用 根据美国彼得森 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推算 RCEP生效之后 到2030年 世界GDP将增加1860亿美元 RCEP成员国占日本贸易总额的一半 政府预计该协定产生的效果 将推动日本GDP提高2.7%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日本台频道 按赞分享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能在影片上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谢谢各位收看 祝各位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首先播发一条突发消息 习近平刚走 广西发生跌血大案 狂人乱刀幼儿园砍十八十生 据罚广报道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刚刚结束了在广西的考察 当地随即传出严重伤人案 一名25岁男子于周三28号下午 月2点突然闯入广西北流市新丰镇 建乐幼儿园 并吃刀袭击老师和学生 导致至少十八人受伤 多名幼儿欲学躺在地上 据苹果日报今天的报道称 该男子现在已经被警方拘捕 有目击者说 报道引述消息人士透露 男一犯的妻子就在该间幼儿园担任老师 两夫妻因为吵架闹离婚 男方单日随翻过围墙闯入幼儿园砍人 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砍死了 广西狂男闯幼儿园刀斩师生多名 又同于学堂地 苹果日报今天的报道说 中国媒体引述现场一名目击者称 当日他路过北流市新峰镇建乐幼儿园时 看到一名男子正被三名警员从幼儿园内压出来 还有小孩子头部流着血从幼儿园里出来 附近一名商铺老板也表示 男一犯年纪不大 其行为举止似乎有异常 后来有路人看到该男子持刀斩人后 便拿着木棍冲进幼儿园内将其围住 警方随后到场将其制服 该报道引据官媒央视指 事件造成至少18人受伤 分别是16名幼儿及2名教师 其中2名幼儿的伤势严重 该家幼儿园一名良性的老师 向中国媒体称 事件是在午睡的时候发生的 目前正在协助调查 救护车已经把小朋友都接送到医院了 孩子没事 两位老师因为保护小朋友受了重伤 那个男的已经抓到了 现在停课了 该报道说 有消息人士透露 男一犯的妻子就在该间幼儿园担任老师 两夫妻因为吵架闹离婚 男方当日随翻过围墙闯入幼儿园砍人 连他自己的儿子都砍死了 伤者现实正在新丰镇卫生院接受治疗 警方表示 男一犯的年龄于25岁 现实已被拘捕 并强调他可能精神有问题 至于事件中有多名老师和学生受伤 部分受伤较严重的正在接受抢救 该报道也说 官方称总书记习近平25-27号到广西 桂林柳州南宁等地考察 声称他曾深入革命纪念馆 农村企业民族博物馆等 就贯彻党的19届五中全会精神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部等进行调研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周正义鸿门宴六官媒主持人 收十万被停职 中央调查组进驻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上海前首富周正义出狱后 最近在酒店庆祝60岁生日 上海东方卫视六名节目主持人捧场 最新消息称 北京派出一个调查组到上海调查 生日宴细节 目前六位主持人已被停职 可能涉及收费登台 去年出狱的周正义上周日18号 在上海万达瑞华酒店设宴 庆祝60岁生日 应邀出席生日宴 并为周正义站台的上海东方卫视节目主持人 程雷 陈荣 朱真等六人 因此被列入不准出镜的名单 最新消息称 这六位主持人已被停职 圈内更有消息指 每人收取周正义支付的登台演出费 约10万元 据了解 数日前 一个来自北京的调查组抵达上海 对周正义生日宴的来龙去脉 展开调查 在中国传媒界朋友圈 有人爆料 指东方卫视六名主持人 原本说都没拿钱 现在都招任 每人10万元的出厂费 又称上海市中二院批准周正义提前两年释放 所有相关签过字的人员都要被调查 熟悉中国政治环境的商人李天还说 周正义是咎由自取 那些主持人吃顿饭捞10万元 这种活谁都干 但是你要看干谁的活 这种活可干不起 如今那种来小钱的机会已经不多了 那些人吃顿饭落下10万元 真的挺划算 但是这种事情一不小心掉沟里了 微信流传 多位主持人在前往周正义生日晚宴图中 接到有人劝告半路折返 可谓逃过一劫 另一个主持人陈陈也接到了周正义的请帖 当时正在外面拍戏 总算躲过调查 周正义为人高调 十多年前的上海社保案 签出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等一众上海高官 周正义被判刑16年 此次提前两年获释 据传调查组的调查目标包括周正义生日宴舞台 不仅写有不忘初心回归本色 要追究其本色两字的真实含义 据中国媒体报道 周正义从工厂出来开始做生意 辗转赚得了第一桶金后 1994年与妻子毛玉平在上海开了一家名叫阿毛炖品的饭店 据说香港艺人成龙关之灵等都曾到阿毛炖品用餐 当年周正义位列福布斯排行榜第94位的排名 2002年底福布斯大陆100位富豪排行榜 将周正义的名字提前到第11位 周正义当年对外宣传 拥有人民币财产价值400多亿元 遭致当局调查 他两度被判刑合计共19年 去年出狱后继续高调的周正义 近期再被调查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人口下降惊人 不足14亿执政者感到危机 据美国之音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 星期二4月27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结果 中国总人口不到14亿 这是自1950年代末 大跃近以来的报告 首次人口下降 这一名消息人士还说 人口数据非常敏感 需要政府各部门对数据及其影响达成一致 才会公布 报道说 我位于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黄文正表示 人口普查结果将对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 以及各个政府部门的工作方式产生巨大影响 需要非常小心的处理这些问题 中国每十年进行一次全国人口普查 第七次普查结果原定于4月上旬公布 中国推迟公布普查结果引发争议 一些人推测推迟发布的原因是人口数量大幅降低 令执政者感到危机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 刘爱华4月16号曾表示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准备在第六次人口普查 发布信息的基础上增加发布更多信息 同时大幅增加普查公报数量 因此普查发布前的准备工作也相应有所增加 统计局会加快工作进度 力争早日向社会公布人口普查的最终结果 金融时报还报道说 分析人士表示 人口减少意味着中国的人口可能很快就会被印度超过 中国人口危机的速度和规模都比我们想象的更快更大 黄文正对该报说 这可能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由于出生率的下降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鼓励生育 2015年的中共十八大第五次会议公报 更是表示将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是政策的改变似乎并没有为中国提高出生率带来多少动力 根据公安部的数据 2020年出生并已经到公安机关进行户籍登记的新生 而共计103.5万 同2019年相比下降了约15% 这一数字也比2020年的高考报名人数少了近68万 人口学专家 大国空巢一书的作者易富贤说 中国虽然已经取消一台化 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 而育林夫妇生活压力大 面临住房困难 教育困难 并没有因为人口政策放开而催生出更多的人口 路透社报道说 出生率的下降和社会快速老龄化 将给劳动年龄人口带来压力 并打击生产力 报道还说 海头宏观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我们用前次普查数据所做的预测已经显示 2030年之前 劳动人口将每年减少0.5% 对GDP的影响也类似 增长放缓将使得中国在经济方面赶上美国变得更难 对中国的全球地位或许也有无形的影响 好我们继续再看下面的报道 推特贴话遭日本围剿 赵立坚露出战狼嘴脸 以直顶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日关系因地缘政治辅导核废水排放争议陷入低谷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6号在推特上贴出日本服饰会名画的改图 讽刺日本政府决定将核废水排放入海 日本外务省已向北京提出抗议 要求删除文章 日本共同设置 利用日本传统文化作为讽刺工具 或在当地引起广泛反弹 赵立坚28号主持外交部记者会时 回应日媒提问 称他已在推特上将文章置顶 该画作反映的是正当民意和正义呼声 日本政府需要撤销错误决定并道歉 赵立坚转贴的改图来自中国微博 原话是日本江户时代服饰会大师 葛世北斋的名作 神奈川冲浪里 其描绘在惊涛骇浪中勇往直前的渔船 以及为了生存与大自然搏斗的船工们 其意在表现日本人无惧险阻勇往直前的精神 该画被公认为葛世北斋最有名作品 也是日本船市最有名的美术作品之一 有关改图则把白色的浪花改成人类畸形的手指和婴儿 抵抗风浪的船员改成清道河沸水的工作人员 巍峨的富士山则被改成核电厂的烟囱 此外在风浪的两条山板上 各有四名衣着整齐打着领带的男子 齐身弯腰鞠躬 据称如同日本官员在记者会上向辅导民众致歉的画面复刻 极度讽刺 除了转贴改图 赵立坚又在推特上用英文写道 如果葛世北斋今天还活着 他应该很担心日本的核废水问题 在28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有日本记者问赵立坚是否会删除有关文章 赵立坚表示 该图片首先说明了葛世北斋的画作在中国有一定的知名度 中国民众对日本文化是相当了解的 作品反映出中国民众对日本单方面决定 以排海方式处理辅导和污染水的不满 不仅中国日方行径已经引发多国政府和组织的强烈反对 他反问记者日方错误决定在先 我们抗议在后日方做了坏事 还不让别人说吗 全世界抗议不是一天两天了 日方一些官员一直装聋作哑 为什么对一副插话作品气急败坏 至于你提到的我是否会删帖并道歉 可能你已经注意到了 我已经把推特置顶了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青海检察院贪腐高光 神秘10号楼曝光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贪官花样多 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昨天27号发布一项调查 指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贾小刚 嗜酒如命 每天两三场酒局住处被超到880余平茅台 他还拥有一个神秘食堂专做全钱色交易 中国媒体报道 贾小刚是北京大学法力系硕士研究生 毕业后进入最高人民检察院 2019年3月 贾小刚被任命为青海省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 2020年因受贿赂马被双开 移送法办 今年4月15号被西宁市中级法院审理但尚未宣判 就在即将宣判时刻 中共纪监委就发布调查影片 直接公审贾小刚的案情 据调查内容 贾小刚赴青海工作 是带一个河南老家村子里亲戚组成的生活团队进驻 配有私人管家 随身照顾他的一切生活起居 费用全部由商人朋友买单 更特殊的是 贾小刚不在单位安排宿舍 而是另租两房 一房居住 一房是食堂 这个神秘食堂 贾小刚自称10号楼 外地的某些商人朋友找他办事 紧客吃饭 都安排在10号楼 甚至他跟某些女商人发生性关系的全色交易 也在10号楼内 贾小刚私人管家 常永波爆料 日常随身伺候的工作 包括开车 做饭 洗衣服 安排酒局 甚至每天要把贾小刚的皮鞋擦得一尘不染 一不小心还要被手锤脚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